traits abell 好 我們在上一堂課 已經把這個 djection theory 那已經 大概的交代了 那我們說 如果我们要看一个ballon 这个ballon的体积呢 是tau的话 那我们要看一个物理量 在这个ballon呢 它所divergent出来的 是多少的话 从这个ballon里面 它divergent出来 发散出来呢 它是有多少这个物理量 从这个ballon里面 那我们就直接 很简单的就去看 这个物理量 投影到 这个ballon所包围的 这个surface 因为这个surface 是包围这个ballon OK 所以 这表面这个surface呢 一定是一个closing surface 所以它完全 这个surface一定是一个closing surface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物理量呢 完全投影到这个表面上面来 然后你把它相加起来 它就是等于 这边还有一个位置 那我们看到的这个divergent theory的部分的话 我们已经了解了以后 那接着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另外一个theory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是我们在探讨这个物理量 到底从这个ballon 它发散出去的程度是怎样 OK 那反过来 我们想要探讨的是 我们想要探讨的是 这个物理量 在这个区域范围里面 如果我想要看它的这个curve 就是说它在那里面有这个漩涡的程度 那我们就会用到的是curve的theory OK 那关系到这个curve的部分 我们一般我们把它叫做stock theory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要探讨的是 这个物理量 它curve的程度 那这个curve 这个物理量curve的程度呢 我们说 你要看这个物理量curve 你可以看它 从这个字面方 不同的方向去看它 到底它寻成涡流的程度 那我们就说 现在你要探讨的是 你从这个方向去看 然后我说 对这个surface来讲 对这个surface来讲 我要探讨 这个物理量 在这个surface里面 它到底 它的curve是怎么样的情况的时候 那我们就把 这个物理量呢 对这个surface上面 的curve的程度呢 我把它加起来 OK 那加起来的话 当然你这个surface 是针对这个surface而言 那我们说 如果你是这样子去计算的话呢 你会得到的是什么 我说 它等同的意思是说 我把这样子的物理量呢 我既然要看它在里面 刻的程度的话 我就把这个物理量 投影 投影到哪里呢 投影到 包含这个surface上面的 周围 这个boundary 这个boundary 你把它投影到这上面 OK 那我们看到这个surface的话 你这个boundary 一定是一个 一个surface的boundary 一定是一个什么 closed 所以 你投影到这个surface上面来讲的话呢 这个是一个限积分 这个限积分呢 是你的boundary line OK 那这个boundary line呢 一样的 是一个closed 的 路 所以我们把它 画一个圈圈 代表是一个closed loop 所以 你现在你看到 就是说 如果我现在要探讨 这个物理量的 cure的程度的时候呢 其实我不用 大会周章去算 我只要去算说 这个物理量 到底我沿着 这个boundary OK 这个物理量沿着 这个boundary呢 投影到这个boundary 你把它 全部积起来 到底是多少 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用橘 绿色的 我们就知道说 到底这个物理量 在这里 cure的程度是多少 OK 那看起来好像是 基本上面 这个 跟这个 bibbg theory 跟stard theory 唯一的不同 一个是对 ballin 因为它分析的是 这个整个 divergent出去 的程度 那cure呢 你完全是要 针对一个surface 来看 它的涡流的情况 那所以呢 你探讨的是 这个curl 在这个surface上面 到底有多大的一个情况 surface可以是平面的 也可以是什么 也可以是一个 像碗状的 所以说 我们这样子看好了 我说这个 这个close loop 这close loop呢 所对应的surface 可以是 就像这个 一个橡皮筋一样 那你就 包围的面积 就是这样子的 面积 大概没有问题 但是 这个面积呢 如果 我现在呢 好像吹气球一样 把它一吹 这个面积 是不是就变成 这么大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 但是呢 这个面积 像气球一样大的面积 它 一样 它的 cloat boundary line 一样是这个 没有变 有没有问题 你那个一大大气球 你没吹跟 有吹 那个气球的口 是什么 一样的 所以 你可以吹大 可以吹小 你可以吹小小的 你也可以吹大大的 你可以看到 你这个物理量 对这个boundary 你去把它 投影积分 以后的结果 实际上是什么 一样的 OK 所以 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 事实上 在这个等号的 左边 这一个部分 你对这个surface的积分 这个surface 会不会跟surface的形状 有关系 不会 surface1 surface2 跟surface3 你怎么积 都是积出 还是一样 所以我们 很清楚的 从这里 就可以看到 它是 跟 你的boundary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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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所用的 surface 是没有关系的 这是 很重要的一点 你要了解的 然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假设 我这个surface 变成一个 closing surface 那所谓 你变成一个closing surface 那很简单 就是什么 你把气球的孔 越说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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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什么 剩下一点的时候 这个就是不是一个什么 一个封闭的区面 对不对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你把这个孔 越说越小的时候 你要知道 你在这里的 l的积分 最后只剩下什么 一点 ok 所以 你看到的是什么 这个部分 这一点的积分 积出来等于多少 顶了 ok 所以我们说 我们对这样子的 一个积分 对任何一个closing surface ok 那你可以看到 对任何一个closing surface来讲 你知道它的结果 一定是零 所以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 你这个surface 你这个closing surface的 所谓的这个boundary line 已经是什么 已经是一个point ok 有没有问题 所以你在这里写一个closing surface的符号 是很重要的 换句话说 在这边 我必须要提醒各位同学 是 这个closing surface的符号 不能乱写 你写错位置的时候 你所代表的意义就不一样 这个closing surface的符号 都是代表 这个line 是一个closed line 这个surface 是一个closed surface ok 所以同样的 你现在你是对surface积分 所以你写 这个圈圈画在这里 就代表 你现在对这个 这个surface积分 这个surface是一个什么 closed surface 那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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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边说没有问题了 这边呢 有问题吗 有没有问题 这边的同学 蛤 有问题吗 有还是没有 没反应 不用回头 我就问你 有问题吗 哪个 这个吗 这个是什么 你是说你不懂意思 是不是 跟你所使用的surface 到底哪一个surface 是没有什么大关系的 ok 过着你把它 on the particular ok use surface 当成是 洗农池 这边的同学 有没有问题 你说安培地你怎样 你问的是这个 对不对 这里没有等于零啊 这个不会等于零啊 这个会等于他 所以 如果这个的话 你就是要把它写成 Curve dot dA 这个等于这个 V dot dL 现在的你的Vet就是V啊 就是你的磁场 OK 它等于μ0i 跟0一点关系都没有 第二点 这是对surface积分 我刚刚一直在强调 就是这一点 你如果没有抓住的时候 你就会把自己搞分掉了 我再强调一遍 这个圈圈 你不要随便乱写 圈圈写的意思 你要看 所对应的是什么 要看你这边的积分 你这边是对一个surface积分 这个圈圈就代表什么 It's a closed surface 也就是一个封闭的 的面 OK 这个呢 DL是一个line 一个boundary line 是一个curve 所以你对它积分的时候 是一个line的积分 你这个圈圈所代表的 就是一个closed loop 是一个线 这个线是什么 是封闭的线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一个封闭的面是 三度空间的封闭面 一个线是什么 你就是一个封闭的线 你把一个线拿起来 头尾要接起来 就是封闭的线 这边有没有问题 这边还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的请举手 OK 底A是什么 A是surface 这边的A也是surface OK 这是一般我们所写的符号 底A 底S A是什么 Area S是surface OK 都是什么 属于面积分 OK 底Tall 底V 都是什么 Valence OK 都是什么 三维的 三度空间的积分 DL DR OK 都是属于线积分 这里有没有问题 这两个定理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没关系 有问题就问啊 不要藏在心里头 好 还有没有问题 刚刚同学们 为什么线积分和面积分 会等于面积分 哪一个 哪一个 一个面积分 一个是线积分 为什么会等于面积分 你说 为什么线积分 会等于面积分 对啊 一个 多是面积分 一个都是线积分 再讲一下你的问题 前面那个比A不是面积分吗 对 后面比L不是线积分吗 对 那为什么会相等 那个 所以他叫做定理啊 定理的意思就是说 他已经是定理了 对 犯句话说 我已经 我已经不告诉你原因了 对 他就要说 你的 他为什么叫定理 定理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东西是 你可以去证明它 但是 定理的意思就是说 我告诉你 这个等于这个 你可以证明 OK 这样有没有问题 你们不要笑 有什么好笑的 他问得很正确 为什么会相等 同样的这个也是 为什么会相等 你是可以去证明的 你是可以去证明的 OK 好 那 第一件事情是 这两个相等 在这边我没有证明 我只是接下来要用例子告诉你说 你说这两个东西确实是你真的是相等的 你可以去证明它 但是在物理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不再去做这个的证明了 OK 好 基本上面在这里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这两个定理你已经知道它是定理了 最重要的是这两个定理你不要把它物质 告诉你说从这两个定理的物理意义去看这两个定理的意义在哪个地方 换句话说如果你要去算一个区域范围这个物理量divergence出来是多少 我只要把这个letter投引到它的面上面然后把它加起来 这个就是你得到的结果 同样的我要去看这个divergence是多少 这里面它的涡流程度是怎样 因为我已经知道它跟这个surface都没有关系了 我只是看这个涡流呢 在这个surface上面 它漩涡程度是多少 那我就把这个letter投引到包围我有兴趣的这个面上面 这个线上面然后把它加起来 总和起来的结果就是我的漩涡的程度了 好 那对这样的两个 你现在你看到就是说刚刚同学们给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 其实从你们问的问题你可以看到 有很多同学已经在思考某些问题 你可以看到以后我们就会把这两个定理放在什么 这个就是你们的安培定理 OK 上面这个呢 就是你们的高师定理 换句话说你如果去看高师定理跟安培定理 底下一样的高师定理有两个 这里所代表的是什么 E.DA 所代表的就是什么 Flux 对点通量 很好 那你要看到说什么 你要看这个电场发散的程度是多少 你只要去看通过这个这个balance 它的电通量是多少 OK 如果进去的跟出来的电通量是一样的意思 那你这个右边是什么 零了对不对 左边的话就代表这个电场在这个区域里面不会发散 OK 如果进去跟出来的 是不一样的话 那代表的是什么 进去的电通量跟出来的电通量是不一样 那代表 电场在这个区域范围里面已经什么 divergent OK 好 所以 基本上面这是一个 刚刚同学引出来了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是divergent seal 所以我们平常我们会把divergent seal 又叫做高薪 seal 那同样的部分 这个就是安培定理的部分 那start series的部分 不只是安培定理 另外一个就是你的什么 法拉第定理 这是这个安培定理的部分 然后法拉第定理的部分 你会写上来的 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 因为我们必须要再把它跟 这是安培定理的部分而已 你这部分还要跟电场把它连贯出来 才是你 final的安培定理 法拉第定理一样的 你最后还是要把池场的部分 link进来 才会是这个法拉第定理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们就可以看到同学问的问题 已经是什么 已经是跟后面的电磁学相关了 好 那到这个地方 没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再接着我们看一下 那你说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假设一个向量 这是你们课本的一个题目 那我现在要check 我的stock 我的stock seary 那目前我有兴趣的位置是在哪里呢 我说我的三度空间里面 我先把它画一个部分好 我说我现在有兴趣的是这个surface ok 那我说对这个surface来讲的话 在这里面 要注意的是这个surface 一个surface的话 你可以是什么 可以是这样子一个surface 也可以是这样surface 对不对 这关系到你的DL的方向了 所以我们的surface 基本上 它的方向是用右手 定着 ok 我们用右手定着 right hand loop 所以 surface的方向是什么 是你的右手抓起来的方向 就是你的这个surface的方向 那同样的我们在这里 既然你有兴趣的是这个surface 那我们现在 我们对这个surface 一样的 我用右手定着 把它放进来的时候 我就可以知道这个surface 这个surface呢 它基本上是 在 X等于0的时候 X 然后呢 它是 DY DZ 它的方向是 I的方向 也没有问题 换句话说 你要做 StarsTheory的部分 Curve V DOT DA 的部分 对这个surface 来积分 的 那你先要把 Curve V的部分 把它算出来 那V的部分的话呢 是3 好 这是0 这一方向是 2XY加3Z平方 然后4YZ平方 然后你去把它做Curve的部分 那这个出来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 4Z平方 减3 这个对它 OK 我 我也要跟你们课本一样 我就把它写成Y好了 OK 所以你对Z为分是等于 X 这是Z 减2X 的I方向 然后 这一方向的话 是这个交叉的部分 是等于0 然后这个也是等于0 然后再来 K方向的话 这个对它为分 就等于2Z 然后K K 所以你现在马上我们看到的 DA只有在I Component而已 换句话说 你把它DOT以后 这两项DOT以后 我们会发现 只剩下前面这个项 4Z平方 4Z平方 减2X 2X DY DZ OK 然后 然后 X 因为4Z 因为4Z平方 上次有同学问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Right hand side 右边的意思 那左边的部分呢 这是左式 然后我们再来看右边的部分 OK 那L的话就是Left 那我们说 右四的部分是等于多少 右四是等于 VDOT的L 那我们会看到的 你现在有几段的积分 你必须要把它积起来 一共四段积分 所以第一段的部分的话 这四段积分 你要把它积起来 那我们看到第一段的部分 第一段的部分的DL 就是等于 i component的部分 然后在这一段积分里面 X等于0 然后 这是Y 对不起 然后Z也是等于0 所以你对第一段积分 你知道你DL是这样的 然后第二段的积分 DL 它是比Z的积分 然后它是K component 那X呢 那X呢 是等于0 但是呢 你的Y呢 现在是等于1 DG OK 好 就是1 1 然后第三段积分 记得一件事情 记得一件事情 我们不管我们写DL或DR的部分 你最标准的写法就是 DX DX I 加DY J 加DZ K 只是你现在 你的DY DZ 方向你要确定而已 所以第三段DL的部分 所以第三段DL的部分 一样的 它是在Y方向 所以DY J的component 但是在这一点上面的时候 X是等于0 Z呢 却是等于1 那D4 DL的部分 是等于DZ K 在这个区间里面 X是等于0 然后Y等于0 所以依照这四段的部分 你把这四个积分 把它放进去 那我们可以看到 好 第一个部分 V.DL 所以 Z的component DOT 一定等于0 然后 这一个 我先把它写起来 2XZ 加3Y平方 DY 然后第二段 是4YZ平方 DZ OK 那第三段 是3XZ 加3Y平方 DY 第四段 是4YZ平方 DZ 但是你不要忘掉 在第一段的时候 X是等于0 然后Z等于0 然后Z等于0 然后DL呢 是从0G到1 OK 在第二段的时候呢 X是等于0 Z等于1 所以这一项是等于1 然后DZ呢 DZ 是从0G到1 OK 那第三段的部分 X等于0 然后 对Y积分 对Y积分的话 Y是从1G到0 第四段 一样的是从1G到0 那这里的Y 是等于0 OK 所以实际上要积的是 这一个TEN 这个TEN 还有这个TEN 其他不用积了 那你现在把它积起来的话 你自然而然 你一样的 它的值跟它是一模一样 非常清楚的 你可以看到 好 这是我们的 这个第一个证明 那第二个证明的部分呢 给你们当成另外一个习题 我说 这是POP6 我说我现在的面积是这一个橘子色的 如果的现在取的面积 取成是绿色的这一个面积 我的DL一样 换句话说 我们刚刚取的面积是 是这个Surface 是这个Surface 现在呢 DL是 DL是这个 DL是这个 OK 我现在呢 要取的面积呢 是把它 这个面积 这个面积 其他的这五个面 那了解吗 所以 我现在要说 我现在希望里面去证明 证明什么 好 一样去 把Star Theory check一下 只不过我现在 所包围的面积是 绿色的这个面积 这个空的 这个面是空的而已 让你了解吗 OK 好 这是我们 对这整个的 Star Theory的部分的话 你所使用的一个 这个方法 好 在现在为止 因为都是你们 我们还没有 引进来 这其他的 坐标系 好 比如说 炎柱坐标系 跟球坐标系 所以我们只是用 这个 直角坐标系统的部分 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好 这个也给你们当成习题好了 滑板和区好了 刚刚是一个指表坐标系统 然后是非常简单的一个积分 那在前面我们在讲这个 线积分的时候呢 假设我现在的close loop OK 这是2 2 所以八围的surface 是这个surface 换句话说 我希望你去check 我的beta SYI 加2YZ J 加3ZX K 你要check 我的stop OK 那我的surface在这个地方 这是给你们的第七个练习的习题 OK 那我们大概休息一下再回来好了 好 准备好上课了吗 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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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下课的时候同学问了几个不错的问题 OK 然后我想 应该是有很多同学 也有同样的疑问 也许你还没有想到 但是也许你已经想完 然后只是放在心里面 没拿出来 那我们现在 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说surface的方向 surface的方向呢 对于的体积来讲 surface的方向一定是朝外 OK 每一个都是朝外 所以同样是 我红色化的这一个surface DA 它一样的是DXDY 但是 这个surface它的方向 是哪个方向呢 就要看我针对 哪个ballon而言 如果我是对 绿色的这个ballon来讲的话 那这个surface的方向 是什么 负的Z方向 OK 但是如果我是对 白色这个ballon 来讲的话 这个surface是什么 正的Z方向 OK 这是第一个 你对surface来讲 那 一样的 这个surface 如果我针对 刚刚我绿色的这个 surface来讲的话 那它呢 是负的啊 是这个方向啊 所以包围这个surface的curl 它的loop来讲的话 就是你的右手定则 你是要这样子画的 因为你是这样子的 surface的方向是这样子 OK 但是如果 我现在我要算的 我有兴趣的问题 是类似这个ballon 这个surface是朝上的时候 那我怎样 我的curl就变成什么 是这样子的方向 OK 所以一个surface 你说它是什么方向 这个surface给你 你说它是什么方向 我说我没办法告诉你 要看你的问题而言 OK 如果你的问题是针对它 那我们就是朝上 那包围这个surface的 closed loop就是这样子 很简单 这样了解吗 所以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有没有问题 关于surface的方向 第二个问题 要做限积分的时候 限积分的时候 最简单的方式 dxi加 dyj加上 dzk 这是我们的最标准的 在cardition coordinate 就是这个直角坐标系统里面 我们可以最标准的dlo的写法 那你可以是什么 你可以是d y等于0 也可以是d z等于0 所以你可能是只有dx方向 或者是d y方向 或者是d z方向 那有同学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在这个问题里面 为什么在这个问题里面 我们说橘子色 你再算这个问题 这个橘子色的部分呢 dl的方向 dl的方向在这里 你没有写个负号在这里 我说如果你这边写负号没有关系 假设你这里写负号的时候 那你的dl呢 的积分 就是从0开始c积到1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的dl 这是负的 ok 所以你这边的积分 你就不会是从1积到0 就要变成0积到1 这样了解吗 ok 所以你要在那边辩护号 或者在这边辩护号 答案是一样的 你要safe consistent 你的结果 ok 这是两个 同学问的好问题 好